我又沒想先問一下 因為今天好像那個內閣人是有被掀牌說是這個卓軍配 那你怎麼看 我認為不管怎樣的搭配 那一定是賴清德總統他深思熟慮以後 他所做的最後的決定 那尤其第一任的隔魁副隔魁又特別的重要 這展現了賴總統 他未來這四年要如何領導 他的領導風格是什麼樣 所以在第一任的行政院長副院長的任命 這是非常重要 而且院長副院長還要肩負起組閣的重責大任 所以我認為這一定是在賴清德總統他深思熟慮以後 所做的決定 那我想這個決定應該是好的 應該是很好的 所以您認為說卓院長會比先前的蘇院長 甚至陳院長做的還要好嗎 我認為他會比蘇院長做的好 因為他這個很願意傾聽各方的意見 因為他的身段也很柔軟 他不是那種硬幹到底的 不是這樣 那他非常體認我們現在民主社會 最重要的這三大精神 就是說我們應該集思廣益 充分討論 所以在這樣子他的觀點之下 我認為他絕對會做得比蘇貞昌好 那跟陳建仁相比的話 因為這個很難評比 因為陳建仁院長做的時間比較短暫 而且陳建仁院長的人格特質 在我看是很少人能出其佑 所以在我看這個沒得比 就不能拿來相提並論 可是因為之後就要談論 所謂的這個阻隔等相關的議題 你如果哪些部會 必須要痛定思痛的檢討 甚至說人事的運用 安排上面更要深思熟慮一點 數位部 交通部 這是一定要的 其他部位我就不一一點名 我希望他們能夠比較 更積極的作為 那更專業的 比方說像經濟 那經濟是國家的命脈 那這要有一定的 這部分的專業 他們才有辦法 更理解產業的需求 產業的配置 所以我認為至少這幾個部位 一定要更積極的人選 那當然其他有幾個部位 我不方便評論是因為 他們的 有的才剛接任的任期很短 他能夠他到現在表現也不到一年 所以這個 在我看他們是沒做好 但是不能苛責 因為時間太短 所以我能寄望的就是寄望 新任的隔魁 副隔魁 他們慎選每一個部位的 這個首長之後 那趕快就定位 因為我們國家的大政 不能有片刻的遲緩 每一分鐘 國家往前進的這個大輪 都在滾動當中 所以我希望 新任的隔魁 副隔魁 能夠趕快就定位 那趕快能夠運作這樣 那怎麼看傳說 有可能有顧力雄 來出任國防部長 怎麼看這一位文人人選 顧力雄 他各方面他心思很縮密 法律素養是100分 那麼他也已經歷練好幾個部會 所以我相信 他會是一個好的文人部長 即便國防部需要有 其他國防的專業 但是這在所有民主國家都是這樣 都是往文人部長去推動 那所以即便在國防專業上面 那麼文人部長會有一些欠缺 但是其實這短時間內很快速的 其實就可以補足了 所以顧力雄來擔任 我倒是覺得 這是很不錯的人選 他至少他在先前幾樣的工作崗位上 他是都做得有為有守 可圈可點 謝謝 想問一下因為昨天 陳建勇特別提到 就有關於那個境外的網路 是可以封網 就是有關於黃子教這個事件 封網的這個部分 現在才提出來 會不會讓大家有點慢半拍 以及封網這個部分 你覺得可以做到嗎 我覺得理論這樣 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我想問題是出在數位部 大家對數位部也沒什麼 沒什麼特別的指望 都不覺得說他們會做出怎麼樣 那我想陳建勇院長 因為他一定是 非常 各方面去了解狀況以後 深思熟慮以後 他才會這麼說 那他既然這麼說了 我相信他會做得到 所以我們也 寄望在這樣短短的 一個多月當中 他能夠把它實現 這是全民期待的 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大家發現說 包括林佳龍跟那個鄭文燦 沒有在第一波 大家傳出來的名單當中 很有可能這兩個人會職工2026 你怎麼看這樣的安排 鄭文燦比較有可能吧 鄭文燦是常盛軍 他在桃園過去 大家不看我的情況下 他不但選上桃園市長 而且他還高票連任 所以他是個輔將 是個常盛軍 而且他在 那個行政院的表現 其實他積極做在 積極推動很多事務 都是由他在做的 所以我導致比較看好他 那這個林佳龍我就不理解 不評論他 我只評論我認為有格調的人 大家好我是主播賴政愷 你知道膠原蛋白會隨著 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就要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 倒是沒有錯過哦 一天兩包4D具有 專利膠原蛋白增強行動力 跟圍棋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GO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西藥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有保障 成分單純零添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銀髮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畫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明天沒有練訓 紅色的外 女生 雙層 雙層 走 留下 雙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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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